3-0 烂片《真人快打》还要拍续集 华纳出品的根据著名格斗游戏改编的 R级动作片《真人快打》传出要拍续集的消息 导演西蒙·麦奎德确认回归指导这部新作 其实《真人快打》是她的电影处女作 之前她只是一位广告片导演 所以在视觉特效方面还是值得一看的 目前《真人快打》正在开发中 漫威聚集月光骑士和散学院的编剧 杰瑞·米斯莱特这次将负责续集的脚本 希望能比上一部的故事更靠谱一些 第一部《真人快打》曾在去年4月 在北美影院和HBO MAX流媒体上同步上线 即使如此 该片在北美也取得了4232万美元的总票房 全球总票房也高达8350.8万美元 票房成绩可以说相当亮眼 不过该片媒体口碑很糟 烂番茄新鲜度只有54% 但是观众爆米花指数极好 高达86% IMDB观众评分还行 平均分6.1分 希望这部续集能比前作更优秀 《真人快打》 这里是胶囊电影台 喜欢请点赞加关注